新闻大小评 田中有闲我来评 说生活中美好的小确幸 有时候怎么还有点招孝 这笑着笑着又忍不住想哭呢 最近浙江渠州的医生江伟 结束核酸采样任务回家 就打开冰箱啊 却发现了意外的收获 十天不见 冰箱里的白菜开花了 江伟说 说自己呢14号出门 加入了核酸采样队伍 24号才回家 这期间呢 他妻子也在外进修 家里的冰箱是无人问津 没想到 这棵白菜就这么长出了细长的菜茎 一边向上延伸 一边还开出了金灿灿的花 这棵菜茎墙也得到了江伟同事们的肯定 说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春暖花开啊 还有人称它为胜利之花 怒放的生命 除了努力生长 当然也离不开 好好吃饭 最近 这陕西安康的消防员们 在饭点接到了出警任务 但是呢 刚出锅的包子 咱别浪费啊 出警的路上 热气腾腾的包子 咱造起来 开饭前要唱歌嘛 唱完歌 还有两蹭步就要进餐厅了 然后突然就出警了 想着赶紧过去穿衣服嘛 真出警了 有人随口说了一句嘛 刚出锅的包子浪费了 赶不上了 我就边跑边说端一盘过来 我也没想到能真端一盘过来 都端过来 我就放车上了 就我们这个车端了一盘 然后另一个车他们没有 他们是一个班长 没有我机制 这话说的没毛病啊 出警之前啊 咱得吃饱 更有力气抵火膜嘛 对不对 时间管理大师啊 吃饭出警 咱不耽误 可看着这个大帘子 和狼狠虎咽的男朋友 心里边又有点不是滋味 我们眼中的艰苦 竟是他们心中的小幸运 化苦为甜的你们 值得这世上所有的礼赞